据说多肉已经过时了 那我就是落后时代的人了 今天就和所有落后和我一样 落后于时代的人分享一下多肉 当年有朋友给我晒多肉的时候 我跟他说这是小女孩玩的 我没兴趣 难道我今天喜欢她 是我返老还童加变性 花儿就是这规律用不着跟别人追 当然跟别人追挺有意思的 一块追 对我来说呢 这个种花儿对某一个植物感兴趣 是突然一夜之间就有兴趣了 莫名其妙 不知道为什么 去年冬天的时候买了这一棵 这一棵 先说这个吧 这看上去从大众审美观 我觉得还是不错 不管它过波时 挺有意思的 你看粉嘟嘟圆胖胖 这个是它的圆盆 原来买的时候 种在这个盆里头 是盆栽土 透气性挺好的盆栽土 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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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长的 它有两只 这一只是长得特别长 我就给它旁边垫了个盆 就搭载上去 都没把它种进去 它就生根了 而且看它这个杆长过去 这个杆杆 然后也长了小牙出来 生命力太强了 而且这小牙长得多 Cute 感觉这个新长出来的比这个还要好 这用的什么土啊 用的就是普通的花园土 不是富含有极质 有一部分有极质 有一部分top soil 这种土的特点 花园土的特点就是 保水不好 富含无极质 矿物质 矿物质都是肥啊 肥都是矿物质来的 不是有极质的 再说它 它有两个故事 小蚂蚁 它有两个故事 第一个 我买这一盆的时候 它里头带着这么一只 这个玩意儿 不认识 我想买一盆 买一送一 挺好 后来在花店看到这个名字了 它是Colin Coy 是万寿花 它那个英文名字翻译过来 就叫万寿花 但是它好像不开花叶子 也不一样细长 实际上是开花的 你看这顶上顶的 而且不仅开花 我觉得它还是节子 而且还会自剥 看看这个 这个不说这个 说这个 这真是它自剥啊 我没故意给它播种 突然有一天发现 这个两个盆放在一起 突然有一天发现 哎 长出这么个小芽了 一模一样 不仅仅它 旁边的地上也长出小芽来了 在网上看呀 这个品种还有开红花的 很漂亮 要不要收一颗 怎么样 这个自剥还是有点小惊喜吧 再来说它 买的时候不认识啊 虽然我知道 这玉树我是认识的 但是这玩意儿我没认出来 我就看它这个红边好看 红黄 香肩再加绿 你看底下掉了一片叶子 这叶子没白掉 我把这叶子拔出来 为什么说是拔呢 因为它长根了 哦 拔断了 看看那个小苗了 小芽 那就是拔断的 太鲁莽 仔细看这旁边 这个就是那个自剥的 你看它剥到这儿来了 当然了它就在这盆里头 也就是说 多肉的叶子也能发芽 这还是有机会 我把它放在盆边 它还能发芽 顺便说一句 这个不是插到盆里头 而是平放在盆里头 再来看它 这是去朋友家吃BBQ 没白吃吧 他送我两盆这个 还带个小盆 给我种好了 放在车上脚底下 不小心一开车 当然开车是小心的 一开车 哗啦 全洒了 全倒了 这个小叶子 圆鼓鼓的叶子 洒了一地都是 于是把它的叶子 放在另外一个盆里 这是跟他学的 看着他怎么做扦插的 就是叶子平放在盆里头 保证土壤潮湿 空气潮湿也行 你看那个还在晃 说明什么 它不长根 它也可以活 前一阵做视频的时候 有眼尖的朋友 看见我这个了 当时刚刚放进去 没几天 我发现它是先长根 白须子 到处伸展 到处找土 只要光线充足 我开始放在是灯光底下 后来放在日照阳光底下 时不时浇点土 不能让土干得太久 或者太干 仔细看这里 就有两个品种 长得都不错 从这一点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多肉很容易繁殖 所以呢 很容易泛滥 太便宜了 很容易对它失去兴趣 但有时候这个兴趣 并不一定拿金钱来衡量 而是你真的喜欢它 你看多Q的 圆鼓鼓的 亮晶晶的 还能变颜色 能变色 对我来说是一个吸引的地方 特别是能变成小粉红 喜欢花啊 植物啊 还是需要有一个氛围 有一帮人 一帮之同道合的爱好者 千万不能 不可能 孤方自赏 或者说在孤方自赏的时候 心里也在安安想 哼 你们有吗 我这个多肉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 十增加花明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这是个有花园的频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